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外交部的密抄 只要是复制抄袭的部分 在正文正本上面都会有著名 本件 副抄某某人 本件副抄总统府 本件副抄国安会 对不对 包括机密等级 包括时间 都有在上面 都有 外交部在过去 民进党执政八年期间 所复抄 或者外交密抄 到总统府到国安会的 到底有多少件没有归党 没有回到外交部 这个 报伟员这个我们还要整个 要全部要再清查 才晓得 要多少时间清查 要多少时间 这个我还要 因为他所有的那个文件 我这还要问那个相关的单位才晓得 我今天 哪个单位 这些关于重要的 密抄的外交密抄 送到上面去的 谁在负责 外交部是哪个单位负责 这好几个单位 因为他不是 这些档案是回到原始的单位 例如说是北美市的 就回到北美市 还是另外有档案是专门负责 所有上层的 要看公文的性质 不一定会 他不一定会全部回到 驻美代表述的密电呢 不一定 他不一定会到 因为现在 驻美代表述发回来的密电 重要的 重要的话 多半会是到 或者是国安会 这个公文谁负责归党 像外交部份的话是外交部来归党 那总统府的话 我现在问你是外交部 关于驻美代表处 驻美代表处的话是北美市归党 北美市负责归党 北美市市长 有没有来 没有 副市长 所有上层的这些外交密钞 是你们负责归党吗 对不对 报告委员 这个有关您刚才提的 那个驻美代表处 那一部分的电报 那这个我们要上层 总统的部分的话呢 事实上这个 原件的话是部里面来归党 那送到府里面之后呢 当然是府里面来归党 所以你们就不管了 包括委员 因为这个 包括刘相 你们从来也没有追问过 对不对 报告委员 这个 包括这个 包括给国安会的 我们都依照相关档案法的规定来办理 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 我们包括给其他各部会的这些所谓的密件的话 事实上我们只保留原件 所以发出去之后 你们就不收回 也不归党 也不管他的去向 是不是这样子 报委员 是不是这样子 报委员 并不是说不管他的去向 而是各个部会 或者是全责单位 他有必要 依据这个档案法呢 来保存这些密件 根据他保留的年限来保存这些密件 国家机密保护法 第15条 你看过没有 副司长 你看过没有 报委员以前念过 我第18条怎么写 即使是复制的 你都还要注明 你要告示原单位 有机密重要的 如果 如果 过去这段期间 过去这段期间 两万多件 涉及到 台美双方很重要的 随意流出 随意外出 应该告知总统副单位 还有当初的国安会 这些 要三加保存 如果无法保存 没有使用价值 或者 无参考价值 应该送回 或者 如何处置 你们要 你们也要去 不是在这边就算了 不是这样子就算了 现在 我所知道的 检调单位所知道的案件 大多数 很多都是驻美代表处的机密 很重要的电报的内文 内文 涉及到台美之间 重大的机密 或是 外交事项 流露出去 非常严重 非常严重 不是 你副市长在那边一句话 依照档案法 我们送出去就不管了 各单位 你们自行保管 自行处置 不是这样子的 尤其是电报的部分 好你请回 副市长你请回 市长 现在外交部在制作重要的 机密的副本的时候 有没有按照国家机密保护法第18条的规定 包括解除机密的时间 还有 这些副本 它的保存方式 地点 有没有制作 按照国家机密保护法第18条的规定来制作 有没有 据我小的报委 因为我到埔里面才半年 到半年 我在总统府的话 总统府那边的话是有 全部的话是 该要解密的话都是按照规定 该解密就解密 那个全部该那个所有的那个机密文件全部都是要该归档 全部归档 而且全部用电脑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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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理 那外交部部这些部分的话 我还要整个 就像今天报纸报导这些那个文件到底有多少是怎么样 是哪一类的文件 是最机密 或者机密 其实你们都不知道 是不是 没有我个人 我个人 我个人 管理人员的话应该 负责的单位应该晓得啦 但是问题的话 像这个公文的话 不是只有单单一个单位 他们在管 像有些很多 当前重要机密的话都是在他们各地医师里面 他们自己的自行保管 那如果是说 疑 疑似医师 疑似医师 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 外交部你自己内部的公文是你们自己内部会自己内部处理 对 现在我是说 现在我们当初是信任陈水扁 信任那时候的总统府 我说那个时候宋陈总统 以及当时到的国安会 国安会 那个时候陈水扁执政了国安会 这么多的机密 文件没有归档没有回来 你们完全不管它的下落 也没有处置 检调所收出来这么多机密的东西 所以你们部里面要不要赶快做清查 到底有多少件 应该可以清查得出来 因为制作副本的时候 证本在你们那里 对不对 没有错 在过去民营养执政那八年期间 上存到总统跟国安会都是最重要的 这些流落出去非同小可 如果有人拿出来做政治或者做伤害到国家的事情 那怎么得了 没有错 如果陈水扁把他拿来写书 如果陈水扁把他拿来写书 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目的 为了他自己的官司 把国家机密全部外泄 后果陈水扁担 后果谁负责 谁要负责 那个包围 我们这个会来 会外交 什么时候你来清查出来 什么时候清查出来 我们会尽快来来清查 多少时间 呃 包围 那个 所有你们上层的 你们应该有档案 你们应该有发文 对不对 发文对你不觉得有吧 发文有 还是像有些单位一样 由首长自己拿了公文 就直接交给总统 面交给陈水扁 之后不知去向 外交部机密公文都会有 都有都有边 所以查的应该很快吧 呀 应该很快 多少时间 呃 希望次长你回去哦 诶 赶快 好的 这个不是一个政治报复 绝对不是 呀 这涉及到第一 国家的体制 国家的体制 第二 国家的利益 跟国家的机密 有人要利用这些东西 做不当的政治 或私人运用 呀 故意泄露国家机密 除输也好 或者达到自己 特殊的其他私有目的 这些造成对国家机密 跟国家利益的重大伤害 呀 外交部现在不能做事 呀 而且要趁这个机会 我们把它建立一个 建立一个制度 将来上层的那些公文 呀 这是对国家负责 这个制度一定要定理起来 呀 你从总统府过来 你应该很清楚 总统府处理的方式 呀 那现在我们把它弥补回来 但第二方面 赶快清查出来 赶快清查出来 好 汪洋补牢 呀 然后哪一些 揭露好之后 你们要赶快主动跟法务部联络 呀 因为法务部 特政主现在正在处理这个案子 呀 好 哪一些是重要机密的 哪一些应该缴回 或归还外交部 由你们来保管 要赶快处置 如果泄露出去不得了 我所听到的里面 真是害人听闻 南非拱案 这里有没有 亚太师 南非拱案 因为今天部长没有来 亚太师副市长 葛副市长是不是 对 葛副市长 我们外交经费机密预算 援助南非曼德纳 ANC 这些重要机密资料 听说都在陈水扁的公文里面 都在陈水扁的家里面 在他办公室里面 这些你们不能不注意 如果这个东西 涉及弊案 当然要由司法单位去追查 但是涉及到国家重大机密的时候 这个后果不得 非常重要 所以本期在这里请外交部 第一 赶快清查有多少件 有哪一些是最重要最机密的 然后主动跟法务部联络 主动跟法务部联络 赶快 规还外交部 你们赶快汪洋补牢 好 好 次长 谢谢 好 好 好